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话题十足 但是是心酸酸的一笑吗 复昆奇的这个酸法真的是高级酸 在昨天连朱立伦跟侯友宜两个人 到底有没有通电话 都还有罗生门的情况之下 无论如何 国民党的中央的选册会成员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这个争议当中 最后当然临时止血 换了成员辞职之后 今天是侯友宜得分了吗 侯友宜出来谴责黑金 造成了这个结果改变吗 复昆奇跳出来 今天回应呼吁侯友宜的谈话 真的是酸度破表 来听听她最新谈话 他的回答他又是个人有个人的角色 那么一样的答案 好好学 还没结束 是是是 但这个好酸 谢谢侯市长百忙之中 来关心党务消息 你既然关心了 那不如就承担起责任吧 复昆奇这样喊话之后 对于侯友宜来说 是不是也逼着他 要赶快的宣布参选 是不是对于选举的时程上 会有所改变呢 那么朱立伦主席 这一次真的是很尴尬 是不是有点理外不适人 其中幕僚说放出消息来讲说 是被涉局了吗 那么这个侯友宜到底 是不是先通了话才发文 来做谴责等等的 这些消息也有不一致的说法 那朱立伦今天其实已经说 没问题 我一个人自己扛起来就好了 他强调提出来的候选人 一定会清清白白 所有如果有错的话 通通都是我的错 但朱立伦这一次 在国民党选策会里面 成员名单里面 虽然紧急替换出来了 包括不管是屏东或者台南 这些候选人 之前在有战功的党内人士 想要替换 但是对于选策会 现在已经坏掉了吗 朱立伦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是不是已经明白 问题出在哪里 名单调整中怎么调整 大家也等着要看 而李全教 是这一次争议的焦点之一 我只能说之一 他自己就昨天下午就说请辞 他干脆就不要做了 但是他当时为什么要做 他也不是自己争取这个职位的 他说是我很忙 是党一直来拜托我才做的 那为什么要拜托他呢 那么他要澄清 他自己没有什么黑金正义 没有会选一辈子清白等等 但无论如何 现在党中央已经决定跟他分手 那他自己又为什么 非他不可 党中央的说明也没有讲清楚过 但问题是朱立伦现在做求给民党杀吗 民党定于一尊 在很多的选举的时程上策略上 清清楚楚 国民党位战是不是先乱了呢 刚好撑上这个机会 哇 这个耿 侧翼耿图可精彩了 王定贴出来这个黄金阵容的 国民党府选册会 然后这个民师保证等等 本来黑金这个标签是在赖清德的这边被检验的 现在突然间 哇 怎么又被打回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甚至还有一个传闻什么呢 林传媒即将在3月22号发行的纸本特刊 因为平常是网路媒体 他上次发了第一期 就是第二期要发纸本 这个纸本特刊里面据说 传出来会有一个大咖是谁 而且是一个蓝营的选册会成员 抢时光电力的秘辛 还原这名大咖如何砸大钱布局的手法 当然现在这个内容还没有出来 只是但先放这个消息 在这个时间点放 那又是所谓为何 其中有非常多的奥妙在其中 而为什么谢龙介第一时间 他听到说自己要突然被替补 成为选册会的推荐成员的时候 他是婉拒的 甚至是惊讶的 最后他怎么说 他宣布是不假如 听听他的谈话 如果这样就不需要更加热 那越热越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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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白 不如我是 那是我个人 我个人建议不如就停掉 谢龙介讲得很婉转 也讲得很为难 但其实这个选册会 党中央赶紧澄清 他只是个幕僚单位 他没有决定权 那谁决定 到底是谁可以有这个决定权 那既然如此 又什么又要提这些名单 要不要废了算了 这个戏码跟过程好熟悉 在国民党从来都不是陌生的事情 2019年 在不分区的内商里头 国民党提名费 这个不分区名单的时候 哇 一亮牌全部人都傻眼被骂翻了 吴敦毅当时党主席 排在了第八安全名单之内 然后被骂就改列为第十 他当时还落下泪来 以我的自立选总统有过分吗 鳄鱼的眼泪 总之他的脸书当时被灌爆 这个也是出了状况之后 才做调整 调整之后不分区 仍然这个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他自己当然也没有进榜 但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 对蓝营来讲 当然没有什么好事情 也不会什么好消息 所以TBS民调 从2024大选的相关民调里头 3月6号的民调 就已经是有一个这样的趋势 现在会不会更美下欲旷呢 3月6号 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 就已经在下降当中 跟赖清德的差距 已经越来越小 只剩下4% 如今自乱阵脚之下 会不会又产生更大的变化呢 而柯文哲 有没有可能本来已经21 从中获利 亮哥 先来看看这一局 国民党自己党内乱成这样 完了这一局 让大家外界也都傻眼 没有 3月6号之后 我看到三个民调 侯友宜都是大输 都输15%以上 这个民调还算是领先的 3月6号 是 显然这个是严重冲击 我看到的是 包括正传媒 包括美丽岛 还有反正看到三个民调 侯友宜都是大输 郭台平也是大输 如果一对一还是输 还是输 你就知道这个事件冲击有多大 你去看民进党在2021年的 选队会的名单 选队会本来就不是决策单位 最后还是要送总常会 民进党也是 可是民进党的成员 桃园市长 高雄市长都在里面 地方诸侯 林娇龙那时候已经不是市长 可是他也进来 就是党内最有分量的人 一定要进来 而且一定是现任 最强的现任的代表 请问国民党这个名单 有现任现市长吗 没有看到 平均年龄68岁 都已经离开选举很久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对现有的选举 能够了解多少 这实在是难以理解 就是凭什么这样的一群人 可以来做党内的选举协调 你已经离开选举那么久了 你怎么没有请 国民党现在县市长这么多 我随便讲 卢秀燕为什么没进来 你如果说侯友宜有个人的设计利益 不方便 这可以理解 讲话呢 卢秀燕呢 为什么都没有进来呢 比如说网美会 人家彰化线人口也很多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 反而是一些退休暴 几年的人通通都进来 这实在是没有逻辑 事实上我终于找到一个逻辑 就是这些人都是朱立伦的好朋友 就是这样 这是唯一的逻辑 其他没有逻辑 那我就说这种大事 你就要正规按逻辑来办 这个坦白讲不是说只有我看得懂 所有的人都看得懂 学姐第一届私益人家也看得懂 那慧文当然看得懂 那老三角 不敢 不敢 就是人家就说 底进行党内最有分量的人 最有选举经验的人进来 民进党还成立选队会下面 还有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里面就是每一个派系 都派一个人进来 公平的协调 所以就是他有公平的代表性 然后选队会就是有 也有代表 党内最有分量的人 各方势力 分量跟代表性 也了解选战的基础 这两个你 简单讲这三个原则 分量 还有代表性 然后还有了解选举 这三个都要有 那国民党这个名单除了 坦白讲我也不好说 他们了解选举 因为连我我都不敢说我了解选举 我已经很久没选了 我很久没选了 就是你要请现任最有分量的人 所以我坦白讲 怪不得他党内会爆炸 这个钟佩金还辞党职 反正副主委 文权副主委很多 巧欣讲道哭 对不对 谢龙介说反正就把他停了 事实上这一群人来当选队会 那不如让中常会决定 算了 就是轻痛愁快 就让中常会直接讨论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是不了解 而且这个我坦白讲 最重伤的就是朱立伦自己 没错 朱立伦是绝对重伤 最高兴的 当然就是第一个叫郭台铭 第二个叫民进党 第三个叫柯文哲 就是这样 但侯友宁 刚刚亮哥特别讲到了民调数字 是不是因为民调数字 最近的一些变化 甚至有人喊出来 快要没有局了 这种概念 所以他这时候才会突然出手 霍伦哥有惊讶 他的这种突然出手 来关心党务事宜吗 我的心情会比亮哥好一点 因为亮哥看的民调我都不看 我只看T台的民调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T台 1月16跟3月3号这两次民调 其实柯市长的都是21% 柯市长其实没有变 没有跌 那是赖清德有多一点 然后何伟宁有僵点 这个是事实 但是何伟宁在上海度的情况下 他的领先只有4% 这是非常微服的领先 我非常在意这个 你又报应今天3月17了 对 他没有做新的 他上次是3月3号 你看 我很在意这个云林的议长被收押 观众朋友 这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奥部 这个澎湖的议长 也是国民党的 也被收押 这个云林的议长 是国民党的 也被收押 可是台南的议长是民进党的 就不用收押 这个民进党这很高算起 当初李全教他是台南市议长的时候 他也是会选 李全教当时也被收押 所以你把这个 这个放在同一个平台 那邱莉莉为什么不用收押 因为他是民进党的 所以他不用收押 所以这个司法是不公平的 国民党已经关了两个议长了 国民党还有多少议长可以关 人家在出手 我觉得这个 刚刚亮哥讲的我是很同意 因为这个 当然这个本质 其实并没有因为 马英九八年的执政 或者上次韩国瑜市长的参选 国民党黑金的本质 其实是没有变的 他还是一个非常黑金的政党 那是侯友宜市长他必须去面对的 所以浅秋这个我 这个我比较僭越 我讲一句实在话 我觉得这个 侯市长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请韩市长跟他长谈 因为现在侯友宜遇到的状况 跟当年韩国瑜在高雄 要选总统的状况 很多地方是雷同的 很多地方他是需要 韩市长的这个经验 跟他当时经历过的总统 妹妹咳咳 那个只有韩国瑜讲得出来 我是讲不出来 因为各种的那个辛酸 还有夹债 因为现在的朱立伦 就是当年的吴敦毅 现在的侯友宜 就是当年的韩国瑜 那个状况太雷同了 所以你看今天 傅昆琦是昨天已经发的新闻稿 傅昆琦都讲那一起承担 那选车为你来接收 你来接管 你是你平常不承担的意思吗 你来 你多厉害你来 这样子嗆聲 傅昆琦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嗆聲 傅昆琦说 趕快我赢 2022我赢 对不对 2022我大胜 他把2022当成他的功劳 傅昆琦就跟嗆成这样子 所以刚刚亮哥讲的没有错 最开心的一定是郭台铭 郭台铭 你们朱立伦跟后 因为这个钱就我最后讲 这个侯市长的这个政治的情商 因为你知道他以前 这个是朱立伦的副市长 那你今天看到朱立伦 他提了李全教进这个选择会 你可以用手机 可以用LINE 可以打电话 你干嘛写脸书 你写脸书你就没有 给朱立伦一个存在的空间 是啦 他有说他先打了电话 才贴脸书 那这样也不行 也是一样 这样也不行 写脸书就是宣战 对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对政治人物他说 譬如说我们学姐或者是巧昆 你要写脸书我是OK的 侯友宜你几岁了还在写脸书 有这么不熟吗 对 你把朱立伦说 主席我有看吧 主席你是不是调整一下 不是小编 是自己写 的确是他受益幕僚的内容 没有错 这个是我经过证实的 对 我觉得这样不好 这样子你好歹要留一点面子 给朱主席 而且浅秋最后一句 你也很清楚 国民党现在上上下下 都是朱的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侯友宜要去选总统的话 真的很辛苦 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谈蓝白河吗 最开心的也有柯市长吗 开不开心这我不知道 可能要跟他本人求证一下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件也看得出 过去一直在谈蓝白河 蓝白河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从这个事件我还是可以看得出 那句话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本质 还是不太一样 DNA上面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还是 从这个事件里面可以看出说 其实反黑金已经是全民共事了 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 其实这一两年来一直在讲 反黑金反黑金 所以基本上已经是民众的共事 而且也是所有政治人物的共事 那怎么会这个时候 国民党还自己伸出头来 然后给民进党跟 或者是给民众党捡到枪呢 这个真的让我觉得蛮匪夷所思的 但是其实回想一下 不管是赖清德或是侯友宜 其实都谈过说他们要反黑金 甚至反黑金是他们对于 政治的一个目标跟理想 但是真的能做到吗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一直有很多的年轻人 跟将近20%左右的民众 一直希望柯文哲 或是第三世纪出来选总统的原因 就是因为觉得蓝绿跟黑金之间的关系 太盘根错节 其实回想一下这阵子以来的新闻 从云宁县议会的这个收费案 到台南的这个议长的案子 然后一直到陈宗燕的这个 沸沸扬扬的这些案子等等的 你就会觉得一般民众的印象 就是蓝绿跟黑金 是已经交杂在一起 甚至有很多 可能我们不是台面上看得到的事情 或者是大家不知道 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藏了什么 所以大家才会对民众党 有一个期待是说 如果有一个不一样的人 出来做做看 所以其实刚刚慧伦哥拿的这个民调 你看不管蓝绿再怎么乱 还是一样民众就是大概维持在20几% 21左右 这些人是支持柯文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民众党 很好的一个机会 可是学姐21%当选不了 所以要继续努力 慧伦哥就是从今天开始 慧伦哥继续帮我们宣传 我们就会继续努力 明天就会往上走 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理由 还是很多人期待说第三 有一个第三势力 所以才会有 一直有这样子趴数的民众 一直期待在那里 但这样趴数的民众 让这个蓝军自己自乱阵脚的情况之下 郭 所谓的柯 对不起 是那个侯友宜跟朱立伦两个人的心结 不只是台面下而已 是正式扶上台面 这样好吗 这个局面要怎么收拾 现在只有傅昆琦出来喊话 那接下来这个戏怎么演 我相信蓝军的焦虑是可想而知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